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再过四天就过节了 就大年三十了 诸年过去了 那万劫不复 再劫难逃 我们讲的诸年 所有人朋友都能接受 那万劫不复的概念呢 在整个以中国为背景的话 如果以习近平为背景的话 他执政的第七年 他执政的第七年 我们看到第一贸易战 那有了结论 有了结果 1月15号我们看到了结果 那结果的本身城下之盟 就是他完全投降了 你从国内的宣传整个背景之下 你就知道他完全失败了 那我们讲的这就是人 我通常讲这是人 他输给了川普 第一 他输给了香港 在香港的整个过程中 比沃特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在香港人面前完全完结了 那第三我们讲过 当进入到中国大陆会出现大的事情 而在台湾的大选的本身出现了 他确定了中华民国的本身的国位 国家的宪政的位置 那为天灭中共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将要发生的事情呢 奠定了基础 天地人是我们常说的 精气神是我们民间大家所说的 如果按照精气神上说 精是人了 就对应的人 对应的是川普 一个人 那气 我们看对应的 其实是讲今天的 地 就是指着香港 整个香港的事情发生的故事 就非常的完美 那天 如果说是神的话 那对应的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将出现的概念 我们讲出现的概念 就是天灭中共的概念 再劫难逃的天灭中共 2020年将会出现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解释过的 那从物质的形态上说 一个是固态 一个是 就固态是指人 一个是液态的 be water 另外一个就是气态的 气 这是对人的生命直接相关的 没有人这么解释 但我们现实环境中 发生了一切 它在人的环境中 你人去讲天灾或者人祸 这是人解释的 但它背后的含义 是我们与人 与我们人同在的 它生命背后的含义 就是说 它包裸我们作为人本身 生命的全部的内涵 甚至上 它的所触及的层面 就会更高 会更高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气 对人的呼吸 对吧 人的吃饭 民以食为天 人们要喝水 但是呢 人们在喝水的过程中 人可以纵欲 喝酒的人 烂醉的人是纵欲的 但是人们要呼吸 没有人注意呼吸 但呼吸可以置人于死命 2019年的9月28号 在这个内蒙发现 第一例的黑死病 就是通过空气传染的 它去挖泥土 在它空气传染的本身 带有水 都是在湿地出现 那这件事情 莱乌宗去乌影 当它消失之后 当它消失之后 结果在武汉 武汉的海鲜城 同样出现了 这个不明的肺炎 中共压制了几长时间 长达的时间 应该说 现在是20号 压制了一个月 甚至更长 压制了40天 首个案例是12月8号发现 我为什么到今天 很有趣到今天 它正式承认了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 它一再说 只在武汉 没有人传人 什么都没有 它已经外延到 外延到这个国外去了 在这个泰国有两例 日本有一例 在越南有两例 它拒不承认传播 结果就在 我记得昨天 我们节目中讲了 就在周末的时候 英国的国家级的 国际级的 病毒研究中心的主任 认为不下1700例 武汉的数一定是假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它突然 1月21号它承认了 1月20号它承认了 1月20号承认了 啥意思 三个七 首次命名的2019年 非典2.0病毒 是类似的冠状病毒的 第七个 第七代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就这么讲的 你可以什么都不信 但我跟大家讲的 七的定数就这么回事 这个东西会不会死在 他脑子上 死在他习近平脑子上 不知道 但这个东西是在中国大陆 在今天全面的爆发 全面的爆发 是今天他承认了 全面的爆发 爆发的本身 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了 这是中共体制当中 他熬不过年了 他只能承认 在诸年 他遭受了第三大 也就是说 在诸年 应对了天灭中共 登陆中国大陆 这是苹果日报 做了一张图 两天增了136例 出了武汉之后 上海 北京 深圳 广西 云南 在一天的时间里 他都承认了 全都承认了 这就是一种 大爆发的概念 而这个做法 类似于当年的 非典 那当年的非典 是在蒋延永的 这个三明一医院的医师 蒋延永医师的这种 把消息 捅给国外媒体之后 他被迫承认 蒋延永医师到现在呢 处于一种 半软禁的状态 因为蒋延永医师 同时在1989年 北京大屠杀的时候 他作为医生 他亲自抢救学生 抢救市民的过程 所以在当年 在他的坚持下 他希望能够 对8964有个说法 然后这个 就把他抓了 在胡锦涛年代 基本上就把他软禁了 所以他是一个 被重点控制的对象 结果在前天开始 逐渐在网络上 很多人又去怀念他 对于年轻人来讲 很多人不太清楚他 是因为他被消声 被消声了嘛 不让他出声了 但实际是讲着非典的概念 那这一次的 这个武汉肺炎 他只是在结构上 就是说在他的图形上 那个病毒的样子 跟非典的样子 稍差一点点 其他的基本类似 所以我 我把他叫做非典2.0 也就是说 他的病毒性 他的伤害性 他对人们的打击的程度 对人们的威胁程度 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非典2.0 那就西方的社会来讲 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承认 人传人 人传人 他讲叫有限度的人传人 有限度的人传人 这都相对很保守的一种说法 共产党荒谬的地方 习近平愚蠢可笑的地方 就是这句话 习近平要求遏制疫情 遏制疫情 在某种程度上杀人 武汉的病人 全进了金银潭医院 新华社讲 这是习近平是在 北京时间1月20号的傍晚的时候 他说话了 重要指示 对疫情进行重要指示 我跟你讲 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最大的神经病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世仇 那会什么 你问王岐山 王岐山当年从海南弄到了北京 然后当时他的大日挑 到嘴边上说不出来 他的大日挑是北京市的市长 那后来副市长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下去了 那另外一个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叫张什么康啊 也下去了 然后王岐山从海南 调到了北京城任市长 他就把所有的病人 关到了小汤山医院 唯一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已经感染的人 给他扔了 所以就像原来一个罗曼罗兰演过的老电影 卡桑德拉大桥是一样的 卡桑德拉大桥的那个影片 讲的是废鼠疫 讲的是人故意来出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故事 当他强调这个做法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去找王岐山 去探讨当时怎么遏制的非典 关到北京小唐山 那在各个城市 你会看到这个场面 全力救治患者 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 不知道 事情出来了40天 他没查到 他讲的都是他们自己伟大的辉煌 习近平思想的高尚 对不对 人间造的鬼中 人在鬼中造的神 共产党中造的神 现在他牛脸 说这个尽快查明 不知道 还没查着呢 加强病例 怎么得的你都不知道 怎么传染的你也不知道 然后你说 我一定能够战胜他 那就是人定胜天吗 对不对 人定胜天是毛泽东说的 定在北京话上说叫屁股 共产党走的是这条路 确实 他的路线是这样的 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摧毁人的道德之后 那是人定胜天 那是没错的 对吧 一切都是下三路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灭 大规模的灭绝式的 对整个人出现一种 大规模淘汰式的 多大的病毒 多大的传染病 挡不住中国人 过年回家的心愿 回家的概念 要过年了 就是一圈转到头了 对不对 一个轮回转圈了 这一圈转完头 人要回家 回家有好几个概念在其中 人死了也是回家 人死了也是回家 回归故土 对吧 落叶归根 都是回家的概念 在应对着某些时辰 应对着某些人间的说法 在提示着人们今天 拒绝中共是你唯一的生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